第十七章 老师和同学 从日本回来以后 妈觉得我在日本学习两年 学业大有长进 已找不到合适的班级 让我继续读书了 幸运的是 妈的一位朋友 找到一位毕业于 著名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 她辅导学生参加入学考试 这时 在姑姑家住了许多年的美姐回来了 也想得到老师的辅导通过校考 我们老师非常有远见 当她得知我们姐俩 已学过古文 数学 中国历史 虽然当时我们年龄还不够 便决定让我们直接参加女子师范三年级的考试 我们经过近半年的发奋学习 通过了三年级的入学考试 记得穿上校服的第一天 我和姐姐高兴坏了 那是1919年秋 我们穿上淡蓝色的棉织上衣 黑色的短裙 配上一双黑鞋 还把辫子在耳朵上挽成两个发际 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看异常快乐 对妈说 妈 我们终于长大了 孩子 等你真的长大了 就不会这么想了 妈叹了口气说 我和美姐开始沉浸在美好的校园生活里 美姐很快就有了很多朋友 并赢得了洋娃娃的美称 她的眼睛大而漂亮 两片薄嘴唇 娇好的面容 个子在那个年龄也算高的 女孩子都很喜欢她 一下课 他们就围住她 听她说个没完 她聪明善变 常令我想起巴结 因此 我也加入到赞美她的行列 进校不久 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学潮很快席卷全国 我们当时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 英 法 义 日等列强 对中国非常不平等 对德作战 中国也是战胜国 可得到了什么 情况比以前更坏 德国撤走后 日本占据了青岛 享有更多的特权 除此而外 日本利用中国的内战 掠夺土地 同军阀签订秘密协定 进而在中国许多重要领域 享有特权 当时的军阀们 都有列强做靠山 是他们主要的军火来源 是一股无形的力量 决定着内战的命运 有时 列强的资本家们 利用军阀混战 把剩余资本作为赌注 这样 有的公司 企业利润上升 有的财力受损 利润下跌 市场混乱 但资本家心里 一点不乱 那些发了战争财的 自然春分得意 那些亏了本的 准备再一次冒险 对他们来说 中国的内战 犹如一场游戏 数以万计的士兵死亡 房屋被毁 黎民百姓 在饥饿中痛苦挣扎 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却得不到粮食 对这些 资本家从来不动心 因为他们绝没有半点 想停止战争的诚意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只要他们不再向军阀出售军火 内战很容易就会停止 学生运动取得胜利 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19年5月4日 北京大学学生发现 外交部长曹汝林 同日本签订了秘密协定 他们召集其他几所大学的同学 告诉市民 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机时刻 外交部长出卖国家利益 已同日本签订了几个秘密协定 不能再忍受了 他们组成学生联合会 北京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入了会 决定举行游行示威 尽万名男女青年学生 渴望为拯救民族的命运 做点事情 清晨 学生们手举写着标语 和校民的横幅上街了 他们在街头演讲 下午 他们向总统递交了请愿书 总统接受了 但学生联合会的秘书长 没有找到外交部长 他们立即问群众该怎么办 群众决定立即去外交部长 曹汝林家 部长逃跑了 他们只找到陆副部长 然后再进入曹宅 还是没有 过了一会儿 曹宅着火了 直到今天 仍然没有人知道 是谁放的火 有些学生被警察逮捕 总统被这条消息震惊了 第二天 首都的所有商店都关了门 上海 天津 汉口 广州等大城市 相继举行学生游行 商店关门三天 声援学生运动 要求总统释放被捕学生 取消政府投日本签订的秘密协定 经过内阁会议的讨论 总统决定释放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一天天壮大 许多知识阶层的人士 诸如大学教授 学校老师 记者 也都参加进来 他们中 大多是爱国者 很少有政治家 我们女师的所有学生 都热情洋溢地参加了这场运动 以能为国家分忧而感到骄傲 我校大多数老师 积极帮助学生制定游行计划 在北京学生联合总会下面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学生会 我的中文是班里最好的 被选为学生会的四个秘书之一 当我们准备游行 或到公众中演讲的时候 都是由我来写计划 标语和演讲词 一年以后 两名罢工工人被日本常驻杀害 我校学生会向天津市长递交了情愿书 要求他转成总统 我们走上街头 讲演宣传 努力说服商店抵制日货 关门一天 并要求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 许多商店为声援学生运动 停业一天 并给总统寄去了情愿书 那时 天津有许多日本商人 把便宜货带进市场 卖好价钱 除了这 他们常常将走私品运到天津 谋取暴利 中国的商人对此非常气愤 游行返校 教语文的张先生 便要求我们就当天的事写篇作文 他选出最好的一篇 送那时著名的天津日报发表 第二天早上 张先生带来一张报纸 下课时 他当着全班朗读 当我听出那是我的作文 脸红心跳 紧跟着眼泪也下来了 我谁也不敢看 感到同学们 开始用一种 以前从未有过的 奇怪 羡慕的目光 注视我 留着这张报纸 张先生把报纸递给我 上面有 你的名字 等你有一天 成了作家 会更珍惜 这篇文章 张先生 是我们的班主任 是那种 以言传身教 影响学生的教师 他35岁左右 高高的个子 宽肩膀 点心北方人的肤色 他是当时我所认识的最爱国的人士之一 憎恨日本人 讨厌西洋货 他家住在满洲南部 1896年 中日战争时被日本人占领 父亲被捕 母亲出走 他流落街头 好在叔叔找到他 把他带到天津上学 中学毕业时 老师看他很有希望 就把他送到一所学院 学习中国文学 他在这方面的学业 非常出色 毕业后 回到天津任教 学生运动 在天津持续了两年 张先生 经常帮助学生会 为他的学生 制定了许多参加活动的计划 他帮我们修改演讲稿 给政府的请愿书 还有送报纸发表的文章 他边读边改 认真细致 好像在做自己的工作 他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爱戴 做什么事都事先同他商量 我认为 一场随随便便的革命 不能拯救中国 有一天 张先生说 他是我认识的 当时大胆讨论此事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只把皇帝拉下马 对中国并无多少帮助 充其量 不过是使人们认识到 没有皇帝如何生活 但革命后出现的分建军阀 比昏军暴政更可怕 你们明白吗 他常向我们讲解军阀混战 剖析帝国主义如何插手 使国内连年烽火 战事四起 我今天算是看透了 所谓文明之邦 张先生说 在我看来 义和团运动后 他们突然发现 中国是个不文明的国家 我们有些 从西方回来的年轻人 常常盲目吹嘘西方 瞧不起中国的一切 在他们脑袋里 欧美的月亮 都比我们的可爱 倘若他们仅仅是赞美 西方科技领域的成功 我并不责怪什么 可我不明白 当他们炫耀西方的哲学 和文学时 是怎么想的 我们有自己伟大的哲学家 孔子 孟子 老子 庄子 墨子 还有许多其他著名的哲学家 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应该为我们自己的祖先感到骄傲 铭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而不能把他们遗忘